在前面的内容里,国际局势天翻地覆,先是张仪从秦国跑到魏国担任总理,身在魏国,心在秦,大力推进连横外交,让魏韩两国和秦国结盟,然后秦国军队借到魏韩国境东征齐国,而在齐国那边,齐威王委任匡张统兵,打赢了这一场防守反击战,战争的胜败最容易影响国际关系, 所以接下来,张仪灰头土脸,就算还想鼓吹连横,别人啊,也挺不进去了,魏韩两国马上变脸,放弃了连横阵营,转而呢,去和齐国结盟,这就使得主张合纵的公孙衍和惠世,重新登上前台,在国际社会上高声呼喊,看吧,我们就说张仪啊,那一套是行不通的嘛, 这不,吃别了吧,大家还是得搞合纵,山东六国联合起来,一致抗秦,才是人间正道。 以上内容就是资质通鉴记载里的缺缓,然后才介绍资质通鉴周慎靖王三年五国发情的大规模军事行动。 而在这个时候,张仪显然已经被迫离开了魏国的权力核心,回到秦过去了,把当初好容易从公孙衍和惠世手里夺取的权品拱手还了回去,所以在魏惠王的下葬问题上,见不到张仪出面,而只有公孙衍和惠世那主意。 了解过这些前因后果,我们很容易把公孙衍和惠世看作一对情比金剑的政治盟友,但并不是,他们在张仪的压力下,虽然会结成联盟,同进同退,但张仪这个压力源只要消失,个人的小算盘,马上就在个人的心里噼里啪啦的打起来了。 战国策有一条记载,从情境推测,应该就是这段时间里发生的事情,说魏王和齐楚两国搞外交,很想知道谁更在意和魏国的关系,于是派惠世去楚国,派公孙衍去齐国,特意给这两大使节团安排成同等级别,同等规模,想看看哪国给出的接待标准更高。 没想到,惠世看破了魏王这点小心思,派人先行一步去跟楚国交底,结果呢,楚王拿出了超高标准的礼节,来迎接惠世率领的世界团。 战国策记载的这位魏王,应该就是新晋继位的魏湘王,而在这一年里,楚国国君是已经在位十年的楚怀王。 齐国那边,齐魏王刚刚过世,接待公孙衍一行的应该是新任国君。 齐宣王,孟子在魏国,看不惯魏湘王,说他呀,望之不似人君,说完呢,就转身去了齐国,接待他的就是这位齐宣王。 所以公孙衍出使齐国的时候,很可能见过孟子,但彼此应该都不把对方看在眼里吧。 会师和公孙衍满世界张罗合纵大业,公孙衍虽然吃了会师的暗亏,但终归呢,还是抢了会师的风头,毕竟这时候的会师已经是一位老人家了,动荡的时代更容易抛弃老城,选择新宠。 公孙衍为了合纵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势力,最典型的一个例子是,一渠首领,出访魏国。 本来这个跟合纵事业毫无关系,但公孙衍呢,还是看到了机会,刻意去找对方搭话。 这里出现了异渠,前边讲过,秦国周边有三党蛮族,南边有鼠,东边呢有大力荣,西边就是异渠。 秦国的战略重心是河西之地,所以一直努力向东扩张,总在和魏国打仗。 既然呢,要向东党,大力荣自然首当其冲,是秦国志在必得的。 那么为了避免两线作战,秦国对西边的义渠长期采取怀柔政策,尽量的避免和义渠发生正面冲突。 周显王四十二年,资质通鉴记载秦国吞并了蛮夷部落义渠,把义渠呢,变成了秦国的一个县,义渠国军向秦国称臣。 从资质通鉴的措辞来看,似乎义渠就这样被秦国灭掉了。 但其实啊,并不是,秦国呢,只是对义渠取得了一场胜利,占领了义渠的一点地盘,把占领区纳入了奔国县制。 这不,仅仅时隔七八年,义渠就再度亮相了。 公孙衍对义渠首领说,天摇地远的,今后啊,我们恐怕不容易再见面了,所以呢,我想趁着这个机会跟你说几句讨戏窝子的话。 公孙衍接下来讲的话,我们有必要看看原文。 中国无是于秦,则秦且稍弱祸君之国。 中国唯有是于秦,则秦且轻使重臂,而弑君之国也。 这里出现了中国这个概念,但不是今天的中国含义,而是指中原列国,主要呢,就是三级。 公孙衍从秦国历来的外交活动当中总结出了一个规律,但凡秦国不跟中原列国打仗的时候,就一定向西去打义渠。 而秦国每当要和中原列国开战的时候,就一定会对义渠特别友好,很慷慨的馈赠礼物。 哎,话呢,说到这里,点到为止,义渠首领,心领神会。 没过多久,合纵阵营出具规模,五国联合讨伐秦国。 秦国这边呢,果然拿出了禁断上千匹,美女上百人,送到义渠。 义渠首领召集部下商量,说,这个不正是公孙衍所说的那种情况吗? 那就趁机啊,去打秦国好了。 就这样,秦国完全没料到,义渠这一回,竟然没有按常理出牌,吃了一次大亏。 再看五国罚秦的主战场,五国协作,声势和其的浩大,这种时候就见出秦国的地理优势了。 资质通鉴的记载是,联军攻打韩谷关,秦国迎战,联军败走。 前面讲过,韩谷关是秦国的东大门,意义非同小可。 秦国向东搞侵略,总要东出韩谷关。 而当山东诸侯打过来的时候,秦国只要把韩谷关一手,谁都拿他没有办法。 这一场韩谷关的攻防战,到底是怎么打的,实料语焉不详。 从战国策的蛛丝马迹来看,魏国当了联军的急先锋,攻势最猛烈,损失呢,也最大。 但是盟军统帅,反而不是魏湘王,而是楚怀王。 大胆推测一下的话,既然立主合纵的公孙衍和惠师都是魏国重臣,大联盟自然会以魏国为首。 但魏湘王自立太浅,威望不高,所以大联盟名义上的领袖只能另请他人了。 如果齐威王在世的话,一定会是众望所愧的最佳人选,但就是这么不巧,齐威王和魏惠王先后脚死掉了。 既坐拥强国,又有身后政治资历的国君,也就是楚怀王能排第一了。 所以这个合纵阵营,魏湘王是李子,楚怀王呢是面子。 当联军打不下韩谷关,无能为力的时候,第一个撑不住的自然就是魏国。 于是魏国想跟秦国讲和,但自己啊并没有讲和的身份,人家楚怀王才是盟主。 没办法,魏湘王派惠师到楚国斡旋,买交活动呢还算顺利。 楚国准备一事不凡二主,委托惠师呢代表合纵联盟去和秦国和谈,一切看上去都没有毛病,但楚国有人啊打起了小算吧。 如果让惠师主持和谈,秦国就会认为讲和是魏国的意思,哎,你看这个让魏国占便宜了,所以和谈是一定要谈的,但必须以楚国为主导,让秦国啊,既楚国一个秦,而不是既魏国一个秦,但也不宜跟魏国把关系搞僵,免得把魏国推向秦国或者是齐国的怀抱了,这样不太好。 就这样,五国罚秦,楚国呢,既没出什么力,也没有蒙受什么损失,还在联军失利之后,第一个向秦国服软,至于魏国好好当当策划出一场世界大战,反而呢,最是费力不讨好。 那么可想而知,国际舞台上那几位最耀眼的风云人物,又该有新一轮的生辰荣辱和斗智斗勇了。 应该会好奇,合纵联盟打得这么热闹,苏秦在干什么呢? 秦国被人这么找上门来修理,这还是破天荒头一遭,难道说讲和就讲和了不成? 这些后话,辞职通鉴下一年就会讲到,但在这一年里,合纵联盟搞得轰轰烈烈的时候,原本没什么存在感的宋国,却自顾自的导演了一出大戏。 我们下一讲再来谈。